我們的高端疫苗 好不容易花了兩個月 通過了這個食藥署的審核 交出了61萬劑 給大家要來施打 來看看預約的狀況怎麼樣 現在已經完成預約的 有41.9萬人 如果用全台灣 2300多萬人的覆蓋率來看 大概有1.8%的人 是選擇高端來預約 所以現在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出現 是不是高端疫苗 已經生產太多了 雖然才61萬劑 可是還是剩下將近20萬 所以現在我們的指揮中心 要求再開放 就是往下開放 20歲以上都可以來預約了 那如果生產太多 是不是大家聯想到說 就像我們鳳梨過剩 農產品過剩 是不是要想到軍方 想到我們的萬能的國軍 沒有錯 現在可能傳出軍方緊急統計 官兵來施打意願 所以阿兵哥是不是又要伸出 手臂來打高端 來 輝文 我補充剛才龍傑兄講說 民主自由是我們的武器 龍傑兄 你要知道 我們的民主自由 現在很多大陸朋友 當作笑話在看 是因為蔡總統的領導 蔡總統領導的民主自由 看我們的防疫工作 人家變成是在看笑話 這個就是蔡總統領導國家方向 錯誤的地方 這個數據是這樣子 本來他的預約資格是有60.5萬人 這個符合目前高端 封籤通過61萬差不多 可是到今天中午為止 去登記的有41萬9千人 這當然包括我們蔡總統 包括我們賴副總統 還有高嘉宇 他們都是去預約的 可是這樣子 他就會有落差 這個有落差 然後高端的疫苗 也比將近多了20萬 所以他又開放 往下開放的這29.8萬 就是20到35歲的人 你也可以在這兩天 去預約打高端的疫苗 這會出現什麼狀況 因為這個本來複選高端 是114萬 單溝高端是20萬 那前子因為這個高端 他的這個比例 以昨天看的話 他的比例是這樣子 65% 這是到昨天晚上統計的數字 你可以看到跟之前的AZ比 跟之前的莫德納比 顯然去預約高端的人比較少 但是這樣子會出現什麼狀況 就說前子我的擔心是說 這一批高端拿出來是61萬 他可能在下個禮拜開打 去打的人可能也是61萬 然後就打完了 你懂嗎 他還會在生產 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複選跟單溝的已經打完了 沒有人要打 對 他可能 我說可能 他如果照這個人數去推算 他今天要開放29.8萬 如果你以三分之二去推算 大概就20萬人回去去預約 加上之前40萬 剛好60萬 他剛好就打完了 剛剛前子問那問題很好玩 後面生產的怎麼辦 這問題就大了 大衛你送點給你們伊朗有沒有 大衛 伊朗 不好意思 伊朗也有自己跟台灣 事情都一模一樣 伊朗的政府 也有自己的疫苗 也有記憶的 什麼都沒有通過 還招人 他們沒有招人家預約 現在因為台伊朗 已經很缺疫苗 所以法杉有什麼 大家都跑去打 包括有一個記 不只記一個 好像兩三個 還沒有通過二期 還沒有通過已經打了 已經打了 已經打了 我問我爸說 你到底打什麼 他說不知道 照我們 因為眼睛大 他說 我跟他說你打什麼 他說不知道 照我打 我去打 所以還沒有通過 他記一個好像是水 有沒有感覺 水 其實全世界都有這種事情 就還沒有通過國際的完整 伊朗也有 伊朗目前就有 好像一個是完全已經推 政府已經推薦了 就是說一定有這個 這個一定打了 然後已經打了 好像有不少 打得不少 因為伊朗八千多萬人 打得不少 我們問一下David 他是我們台灣來 我們台灣20年了 你願不願意打 我們的國產疫苗高端 這個問題是我問過 有人問我 我問他 我常常出國 我打這個的時候 以後我可不可以出國 可以出國但是要隔離 沒有 問題是有沒有護照 沒有疫苗護照 疫苗護照沒有 我現在講的是以後 現在不要考慮 我們講的是明年 明年以後 然後第二個當然是 我比較不敢 你比較不敢 好 我們來問一下龍介雄 龍介雄 現在看起來 這樣輝文也講了 如果61萬劑 打完了 已經後面 萬一還要再繼續生產 看起來是要生產 因為我們合約是500萬劑 沒人要怕 一定要生產 然後一定要交貨 這樣他們才不會有刑事責任 但是會有行政責任 那從雨昌案到浩鼎案 再到這個高端 我想很可惜 蔡總統這次我們從頭 給他看起來 好像是真的受到了 這個陳副總統的影響 陳副總統對這個案的 對個揮動跟所講的話裡面 確實有一些貓膩 人家說吃金融破碼 其實我們都希望我們台灣的生計 能夠突破 那在這種疫苗的生產 假如我們今天真的能夠突破的話 那對國人來講就是很大的一個保障 那你今天吃金融破碼就是說 你如果同樣花這麼多的錢 那同樣要補助他 那也要跟他採購 那等於這一家工廠 假如我是一家工廠 我的產品已經幫我 預訂了500萬PS的話 那我跟你講 我就毫無後顧之憂 我就可以把我的品質 提升到相當高的一個檔次 那我可以拓展更大的市場 那這樣的話等於我是毫無風險的 那結果就是一直逼 一直吹 那新娘的化妝不好 你就要出國去嫁人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一次很可惜 我不講高端是不是絕對無效了 但因為你沒有對付我 假如你能夠按照程序去做好了 那真的最後是證明你有效的 我跟你講我們是可以打的 而且我們也對台灣的生計業突破 我們都可以給你掌聲 但就是太多人為跟政治的操作 所以也許高端你是很無奈 那你應該站出來開記者會說 政府逼我怎麼樣 結果你沒有對不對 那你沒有讓我們對你產生了疑問 為什麼這麼多人預約最後 我跟你講你講的是預約要打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休息之後 一七零零馬上回來 朋友現在就請您拿起手機 開啟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訂閱分享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另外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對準掃描 下載之後就可以一手掌握 TVBS的新聞 一七零零等二十秒之後 新聞大白話的